今天和大家介紹的是家鄉狗仔粉 今次會用到這些材料 首先會將豬肉醃鹹 蝦米、瑤柱、冬菇用熱水浸軟 再將上海面切成細條 冬菇切絲 燒熱油鍋後 就可以將紅蔥頭加入 稍微炒到它有香味 就可以將鹹獸肉加入 稍微將它們鬆開 煎它一會 接著就可以炒散 再蘸走 將它們炒至七成熟 之後就可以將浸軟的蝦米 加入鑊裡一起炒 炒至它有香味之後 就可以將小粒的瑤柱都加入 蝦米、瑤柱 我會選一些比較小的 因為要你熬湯底的時候 就會更加容易出味 同時 同時也都較為經濟實位 接著就可以將冬菇絲加入 炒至冬菇有香味之後 就可以將冬菇、瑤柱、蝦米水 加進去 再將熱水加入 煮滾之後 就可以加上蓋子 用中火熬煮20分鐘 讓湯底更加濃郁 讓湯底更加濃郁 接著就可以加入麵條 煮滾之後 再加上蓋子 煮多15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狗仔粉 加上辣菜泡 就更加有風味 有時間你們也一起嘗嘗吧